大家好,午安,我是平安老師 今天很開心要跟各位分享一個老師個人覺得非常好吃的布丁 我們有時候在學一些甜點,學會了麵包、蛋糕 最能夠讓大家想起當初學烘焙的感動就是布丁 老師這次很榮幸接受了19號發酵奶油的邀請 幫他們做新品的發表,就是這個 大家看一下,19號的純生鮮奶油 就是在台灣,終於可以吃到跟日本一模一樣的味道 而且它是種我們不一樣的風味 因為我們在台灣有時候,鮮奶油都會是用進口的 比如說從日本進口,可能從法國進口 想要吃吃看台灣在地風土 我們的牛,我們的鮮奶,孕育出來的鮮奶油 那非常感謝19號發酵奶油的廠商 這一次把這個19號純生鮮奶油的線上發表交給老師了 那老師今天要示範的商品是純生鮮乳布丁 那它是用鮮奶油來製作很好吃的布丁 那它會分三層 對,你沒聽錯,布丁會有三個層次喔 我們會有底層的焦糖 底層的焦糖 還有呢,中間的生乳布丁 以及最上面的生乳香皮 那為了大家方便操作呢 還有襯材料啊 我們講義,不是講義 我們配方設計啊 我現在有的使用量,我都剛好寫220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罐,小小罐的 它剛好220ml 剛好220ml 所以如果你們居家呢 家庭使用可以考慮這種220ml 那如果是營業用使用呢 它還有1000cc的 就是1000ml的啊 就一公升左右比較大一點點 就是比較大那種營業用的 所以有兩個規格可以選擇 兩個規格可以選擇 那相關的商品資訊呢 我們這次沒有談夠喔 我們這一次呢 是單純是介紹商品 以及製作我們的生乳布丁 所以如果各位對鮮奶油有相關的疑問呢 跟需求的話呢 老師有附账19號奶油的官網 以及FB 你們可以聯絡他們的FB啊 他們的小編隨時都在 不過,不能講隨時都在 他們上班時間會在 下班時間可能就不在了 所以如果你配上班時間 你聯絡應該會回應 那如果說還沒回應的話 請稍等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始示範了 導致今天教各位做生乳布丁呢 我會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一個步驟而來 我會先從焦糖開始製作呢 然後再來做我們的布丁液 然後布丁液做完之後呢 最後再來教各位怎麼組裝它 因為有些同學啊 很想吃布丁 好吃的布丁 那你就是可以自己做焦糖 搭配布丁就好了 那如果想要做更奢華 你可以多做一層那個奶蓋 就是我們的生乳香蹄 好,那我們準備開始了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特別感謝 陳平手作烘焙 對,謝謝他們 就是 龍一點時間讓老師直播 然後呢 也非常感謝 隔壁在上課的林耕臣師傅 真是不好意思 我剛剛要了一盤點,點心來當下午茶 謝謝林耕臣師傅 對,林耕臣師傅的店啊 在台北 對,你上網打林耕臣師傅 或是打藏屍 就可以找到林耕臣老師了 我等一下再來吃 我先專心工作 好 好,我們一看開始呢 來教各位做好吃的焦糖 那今天設計的配方量呢 大約是7到9杯布丁 因為這個布丁要看你要到高的 還是到到7分滿 所以我沒有特別寫說是多少數量 因為要看你今天布丁 你想要到7分滿還是到99分滿 那它的數量上會有些看自己斟酌 不過這個配方量就是比較適合家庭 可以做7到9杯左右 那我們先從很多人啊 都一定要學會的焦糖開始 如果你是在海外 買不到這些食材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鮮奶油呢 其他產牌啊 雖然也可以互換啊 不過風味上或多或少 會有些不太一樣 那我們從焦糖開始製作 我們今天教各位煮焦糖啊 會比較仔細一點 因為我個人認為啊 做布丁這件事情啊 它的核心就是在做焦糖醬這件事情 因為有些焦糖醬你煮太苦 哇整個布丁的風味都被那個苦果焦糖全蓋過去了 那焦糖煮不夠又不夠香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焦糖先學好 來 我們來開始製作了 首先呢 我們先找一個平底鍋 然後準備來煮 今天這個份量呢 是50公克的細砂糖跟10公克的水 那我們用這種方式呢 來煮布丁 那老師今天 不是煮布丁 我今天來炒焦糖 我今天焦糖的方式是用乾炒的方式啊 炒到焦糖上色之後呢 最後加水 調整軟硬度 那焦糖會怎麼炒呢 我會像這樣子 鍋子啊 燒開之後 稍微check一下 灑一點點的糖下去 一點點就好了喔 如果糖 有一點點融化現象 那代表說 鍋子熱度足夠了 你就可以把糖加進去了 像它像這樣子 已經有一點點融化現象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啊 分次加進去 分次法加進去 你們如果錯過直播的話呢 不要忘記就是 你可以上youtube搜尋 旅生達老師的烘焙四集 一樣可以找到老師的youtube 我們這次設計的生乳布冰啊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真的 好 有沒有看到 融化了對不對 融化了之後呢 繼續加 三分之一的糖 我剛剛的糖啊 我先加三分之一 然後有融化之後呢 再加三分之一 因為這樣慢慢煮啊 你就比較不會遇到那個焦糖啊 不小心炒過頭 或是過焦的狀況 好 第二次的糖也融化了 我們就可以加第三次的糖了 那如果你自己在炒焦糖的時候呢 怕有來不及的現象 你就可以把火 轉小一點點 轉小一點點 那很多人都會詢問說 焦糖炒到什麼樣的上色 比較喜歡 這沒有一定耶 因為像我個人比較喜歡炒到 金黃色然後略帶一點點的 咖啡色的狀況 因為那個色澤 我覺得吃起來風味比較好 那這個是我個人比較偏好的色澤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焦糖的顏色長得像這樣子 有看到的話 點個讚或是愛心 好 OK 然後 焦糖的顏色OK之後呢 怎麼控制它的色澤呢 這個時候 水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了 我們焦糖顏色夠了之後呢 我就會像這樣大家仔細看喔 我們把水慢慢加 它會冒很多煙喔 它會像這樣子冒很多煙 初學者到這邊可能會有點怕怕的 因為你水加太快了 所以慢慢加就好了 好 水都加完之後呢 我們把火熄滅 把火熄滅 這邊有個 我個人覺得是一個小技巧 就是 不要在這麼熱的狀況之下 去淋你的那個焦糖 你等它稍微靜置一下下呢 泡泡慢慢降下去之後啊 你再來淋焦糖就好了 因為這樣子齁 第一個比較穩定 穩定 你在淋焦糖的時候啊 才不會那麼燙 燙手以及不方便 給各位看一下我煮好的狀態喔 有看到嗎 像這樣子 有看到的話 點個讚或是愛心喔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可以 倒到我們的杯子裡面來了 這個 那這個配方量啊 差不多是到七到九杯 如果你們要裝多一點點的話 你倒個七杯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裝一半高少一點點 你就倒個九杯也沒問題 那我今天 我用七杯好了 好 你看這邊有七杯 OK 好 等焦糖穩定之後啊 再倒到杯子裡面啊 其實你會發覺到 做起來就很輕鬆了 比較不會那麼趕 好 好 OK 你看 都加完了 然後 我們裡面 就像這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像這樣子 然後 我們的 布丁 焦糖的部分啊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你回到家 跟著老師一起做的話呢 做出來的份量啊 大約是 七到九杯 七到九杯的份量 看你們的模型大小 還有看我們的焦糖啊 想要吃多吃少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布丁液了 就是我們今天的深爐布丁 深爐布丁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先check一下材料 老師今天的配方呢 為了呈現啊 用十九號 十九號 純生鮮奶油啊 做出滑嫩的布丁口感啊 所以我們的布丁 是使用了雞蛋 搭配蛋黃這樣的比例來操作 因為這樣子呢 口感上會比較滑嫩 蛋黃在做布丁的話呢 它的柔軟度是比雞蛋來的更好 但雞蛋呢 可以讓你的布丁的體力度 變得比較好 就是更有 會比較有彈性 那我們就是抓一個 2比1的比例啊 來操作它 那一剛開始呢 我們把 150克的雞蛋 像這樣子 各位看一下 這個蛋要用很新鮮的喔 對 好 然後還有蛋黃 那進來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雞蛋跟蛋黃 雞蛋跟蛋黃 然後 我會再加香草夾醬 香草夾醬進來 那如果你家裡面很奢華 要用香草夾也沒有問題 不過我今天是用香草夾醬 因為香草夾醬呢 它可以提升鮮奶的風味呢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的布丁啊 吃起來帶有點淡淡的那個 香草的風味這樣子 好 香草 進來了 然後呢 這邊是 配方裡面的砂糖 80公克 80公克 加進來 這邊提醒一下 老師設計的配方呢 我個人覺得甜度是適中 剛剛好的 那如果你們覺得 想要甜度再降低 沒有問題 就是可以自己來剪一些些糖啊 看怎樣的甜度是你自己喜歡的 好 我們準備來操作了 像這樣子 我們把雞蛋 蛋黃 香草夾醬 還有西砂糖 加在一起 然後把它 攪拌均勻 這個是我們做布丁的一些小技巧 你們有沒有發覺 我不是像這個 瘋狂攪拌 因為如果你這邊攪拌 攪拌太大力的話 會很像我們做海綿蛋糕一樣 這邊就 一堆泡泡 後面的布丁是不是就 布丁液就很難消除這些細微泡泡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我們雞蛋跟糖 我們怎麼辦呢 就像這樣子 壓壓 然後切拌 它自己就會變成這種 很絲稠 很絲滑的狀態 然後 是不會有那種很大的顆粒 變得很滑順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蛋液 像這樣攪拌均勻就好了 不要 攪拌過發 那雞蛋 用常溫的還是冷藏的 你們仔細聽 如果是我自己做布丁啊 我其實是用冷藏雞蛋 我雞蛋不會退冰 那很多人就說 可是雞蛋不是 雞蛋退冰不是比較好攪拌 但我覺得啊 雞蛋啊 冷藏狀況下 它性質比較穩定 然後攪拌起來 也不會一口氣 就起那麼多泡泡 因為如果你的雞蛋是常溫的 你會把你倒 你隨便攪拌一下 哇 泡泡就很多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小技巧 一定要記起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煮鮮奶 跟我們的 19號的純生鮮奶油 各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先做焦糖嗎 你們一定不知道 因為啊 很多人在家裡面 煮完焦糖之後出現一個問題 那個鍋子很難洗 對 煮焦糖那個鍋子很難洗 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麼樣啊 鍋子好洗布丁又美味 你看 這是我們剛剛 煮焦糖的鍋子 有沒有看到 我還沒洗 然後 我也不洗了 我就直接把配方裡面的 300公克的鮮奶 還有 220ml的 19號 純生鮮奶油 加進來 啊這個你也不用蹭了 因為我都幫你算完了 這一罐就剛好 220 對 然後就打開 然後撕開裡面那個 就是 保健的標籤 然後就可以把它 加進來了 那這邊呢 等一下會加熱 會加熱到幾度呢 會加熱到差不多 60 60 到65 60到65 60到65 OK 像這樣子 加熱 加熱到60到65 60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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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 那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為什麼要加熱呢 因為加熱的目的啊 是讓我們鮮奶 鮮奶跟鮮奶油啊 兩個啊 透過加熱可以讓它 融合的比較好 但是溫度不要太高 因為我們加熱到超過 80幾度以上啊 它會很像就是 嗯 結一層皮 在我們的那個鮮奶表面 所以我這邊呢 就是加熱到差不多 60到65 度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要準備 溫度計 像這樣子 要準備溫度計 那加熱的過程中啊 可以攪拌它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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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熱過程中 就可以攪拌的 我們這一次直播啊 廠商有抽獎活動 對 廠商有抽獎活動 你們注意聽 本來是沒有的 我剛才講說不行啊 我們直播同學 需要有一些優惠啊 所以啊 我們有抽獎 我們抽 總共18罐鮮奶油 18罐 18罐 這個18罐 那 會有三個名額 會有三個名額 一個人 可以獨得六罐 可以獨得六罐 所以 抽中的話 有做不完的布丁 可以享受了 那這邊呢 我們會加熱到60到65度 那剛剛有講過 我的鍋子齁 我是用剛剛做焦糖 我還沒洗 我就順便煮了 因為這樣子 可以把鍋子洗乾淨之外呢 我的牛奶又可以多一個焦糖風味 那如果你在家裡面啊 你要另外用一個鍋子煮 也沒問題喔 這邊快要煮好了 這一定要量 量溫度 OK 我們加熱到60到65度 熄火 然後把鍋關掉 然後像這樣子 我們把它倒進來 像這樣子我們把它倒進來 把它攪拌均勻就好了 可是呢 我們要把它節節一點 因為剛剛啊 我倒鮮奶油啊 邊邊裡面還有剩一點點 不要浪費 所以我又把這邊啊 倒進去這一罐裡面 然後像這樣子 不放過它 這一點點都不能放過 請檢吃家 請檢吃家 你看多乾淨 給各位看 看一下 安知色 你看 有沒有 是不是真的請檢吃家 所以你布丁一做完之後啊 你再倒一點點 倒進去鮮奶油裡面 改色色 對 這個感覺很像什麼 等一下我們吃統一布丁 對然後掀開來之後啊 布丁上面 布丁上面那一層 不能浪費還是要停一停一下的概念 就是可以把它清得乾乾淨淨的了 好 然後這邊 這個先走開一下 把它攪拌均勻 好 好 像這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有看到的話點個讚 或是愛心 有沒有 我真的跟各位講 這個布丁啊 小朋友真的會 愛上 愛死了 我上次做給小朋友吃啊 然後我這次上北部工作 他就問我說 爸爸什麼時候回高雄 我說怎麼了嗎 麻煩做布丁回來 好 布丁好好吃 布丁好好吃 我上次做六杯放家裡面 兩天就掃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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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 那這邊要不要靜置呢 我個人會推薦啊 要靜置一下 靜置一下之後呢 泡泡是會被 會消除掉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倒到 我們的那個杯子裡面 但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呢 有 來來來 準備保鮮膜 像這樣子 浮貼 浮貼 浮貼在火門的 我們布丁的表面 像這樣子 浮貼好 然後呢 再倒到兩杯裡面 像這樣子 然後倒到兩杯裡面 你看 有沒有 是不是就很完美了 然後 布丁要到幾分滿 那就可以看自己的喜好 去決定 如果你用到七杯八杯的話呢 七杯的話可以倒多一點點 那如果用到九杯的話 它就是可能倒比較少一些些 好 我來倒布丁了 那我今天呢 我一杯大約啦 我會倒一百公克 一百公克 這個 2 3 1 因為大家看 那老師從無到有做嘛 我們畫面沒有任何剪輯啊 對不對 你等一下就可以看到這布丁啊 做出來有多光滑細緻 啊 卡 好 七杯到完了 我剛剛講過 如果到七杯會比較高一點點 如果是到九杯會比較低一點點 那就看還有你的布丁的杯子大小也會有差異 好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哇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準備進烤箱了 那進烤箱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上下火都150度 黃烤時間呢 大約是45到50分鐘啊 然後把布丁烤熟 45到50分鐘的時間 那隔水的高度啊 就是隔水的高度啊 大約是1.5公分左右 所以你水加進去之後呢 切記喔 一定要用那個尺 不要用手指 用尺去量一下 厚度大概1.5公分的水高 那如果說有時候多一點點也沒關係啦 如果多一點的話 它就延長一下烘烤時間就好了 好 像這樣子 我們會先把 我把畫面轉過去一下 像這樣子 好 轉過去 yeah 在那邊 這樣就150度 定45到50分鐘就可以把它烤好了 那怎麼拍的有沒有熟呢 就是我們會輕輕搖晃它 然後看它的那個就是有沒有凝固的感覺 如果還沒凝固呢 就再多烘烤一下下 那我們在烤布丁的過程裡面 如果你希望它表皮不要潔癖 有沒有方法呢 有 大概烤30分鐘左右 你可以準備那個 錫脖子 然後蓋在我們布丁上面 繼續燜烤它 這樣它就不容易會有潔癖的現象 因為有時候你家裡的烤箱 像如果有旋風 或是可能烤的比較久比較乾的話呢 上面就會結整皮 影響到布丁的整體口感 整體的口感 那接下來呢 我要來教各位打那個 我們的生乳香蹄 那生乳香蹄的配方啊 為了呈現比較濃郁的風味 我是用220克的那個 19號純生鮮奶油啊 搭配20公克的煉乳 那如果家裡面沒有煉乳 不用擔心你就換成細砂糖 就好了 OK 我們來用煉乳 那這是煉乳 20公克 然後鮮奶油這邊 這邊提醒一下喔 我們鮮奶油啊 因為我講義上面 我們配方上面是說 220公克 所以這一罐也不用蹭了 就剛好是220 那我們就會像這樣子 先把煉乳 加進來 把煉乳先加進來 好 然後 你看一下喔 像這樣子我們把它打開來 它其實打開之後 你看 它有一個密封的包裝 因為這樣可以 讓你的鮮奶油 比較 安全 因為我們鮮奶油很怕 就是沒有密封好 就會壞掉 所以如果有開封啊 要盡快用完 那如果家庭啊 比較小小家庭 你們可以不用 不要買一整罐的 你可以買這種小小的 使用上就很方便 然後鮮奶油啊 是 純生鮮奶油啊 其實 我個人覺得啊 我上次有錯過 就是 它弄那個 注意聽喔 用Ixpresso Ixpresso 然後你把這個鮮奶油加熱啊 下去變得有點像是厚煮的拿鐵 大油 非常棒 好 好 我們來攪拌它 機器沒有 因為我知道粉圍家裡面沒有機器 所以我用手工來拌 我們把畫面拉下來一點 OK 像這樣子 如果天氣很熱的時候呢 我會推薦啊 我們打發鮮奶油啊 下面要墊冰塊 下面要墊冰塊啊 它的打發程度會比較好 打發程度會比較好 那打發到什麼程度 我個人比較喜歡是 有點像是什麼啊 我們那個奶蓋 奶蓋的紅茶或是綠茶的那個程度 再硬一點點就好了 不是擠花喔 如果你打到擠花那麼硬的話 會比較 會比較好 口感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滑 同學問說可不可以用機器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 要用手工呢 手工就是要練 練一下 手工也不錯啦 我們之前去蘭蓋上課的時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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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這邊如果有蘭蓋的同學們 應該與我心有其氣耶 在蘭蓋上課的第一堂課啊 打發蛋白應該 有沒有印象 我們都沒有用機器吧 對不對 我們都是用手工打蛋白 嘿 你沒聽錯手工打蛋白 還有海綿蛋糕 手工打全蛋加砂糖 所以你們如果有去蘭蓋上課 一定聽得懂 我在說什麼 那堂課是不是很有震撼教育的感覺 十九號的純生鮮奶油啊 它是沒有添加物 然後也沒有加任何的那個膠皮在裡面 它完完全全啊 就是靠鮮奶油本身的乳脂肪啊 來打發 並且啊 做那個滑順感乳化性 都是靠鮮奶油本身的乳脂肪 去做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那個食品添加 你們就是 有時候做一些甜點啊 中牧師啊 希望說鮮奶油吃起來很滑嫩啊 然後食品添加少一點的話呢 就選擇的純生鮮奶油是個很好的選擇 快好了 我們剛剛烤溫啊 是用上下火都150度 150度啊 同烤45到50分鐘 45到50分鐘的時間 我們看到像這樣子 你們會發覺 是變濃稠了 如果啊 你們喜歡自己那個喝那個什麼奶蓋的話 你就可以買紅茶回來啊 把這個狀態淋上去也很棒 不過如果我們要做那個 蒸乳固定的話呢 再濃稠一點點會比較好 嘿 好了哦 你看 有沒有 哇 有沒有看到 水水嫩嫩的狀態 這樣就打完了 童兒就會問說 這樣打會不會很輕鬆 我個人覺得還好啦 我個人覺得還好不會很很累 但如果你覺得會累 你可以準備攪拌機 你可以用攪拌機打 沒有問題 好 像這樣子 來 我這邊把呢 我早上 有事先 又很心虛 我們事先做好的一份 拿出來 來把它組裝完成 為什麼又很心虛呢 我們剛剛直播前啊 30分鐘 廠商才把鮮奶油送到 要躲桿就有躲桿 好 我們把布丁先拿 拿出來 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我為什麼冰在冰衣冰箱的時候呢 下面墊一塊抹布啊 因為我們的烤盤啊 我們的烤盤 會滑 好 我如果今天布丁直接放上面的話 我怕它這樣滑來滑去 所以我墊了一塊布在上面 好 OK 我們來組裝它了 好 好 來囉 好 然後我們上面呢 就會把 已經打好的 下一條 給各位看一下 布丁做完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會把 打好的 那個 生乳的奶蓋啊 像這樣子 把它 引上來 然後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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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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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嗪喔 сегодня 那帶太多了 然後有那種吃蛋糕、鮮奶油的感覺 然後又可以吃到好吃的布丁 一舉數的 像這樣子 我們助理在旁邊已經陷入瘋狂的狀態 他們剛剛在討論說 可以拿幾個 一個都不行 沒有啦,很瘦的 你們拿每個人一人一個啦 那等下多的就是我的 帶回去給小朋友吃 像這樣子 那如果說在家裡面呢 我們為什麼叫做用湯匙 因為業者會用擠花袋 然後裝滑水去擠它 因為這樣比較快 可是如果在家裡面 沒有那些相關設備 你不用擔心 就是用湯匙 就可以處理了 像這樣子 然後壓一壓,很快就平了 那我們設計的量啊 也差不多就是 七到九杯 看你鮮奶油用的多寡 如果你用比較多的話 大概就七杯吧 如果你用的比較少一點點 他用到九杯 也沒有問題 好 像這樣子 等一下再做好之後再給大家看 這個回到家 我覺得 大家在家裡面 一定會做得很開心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們今天做伴手禮啊 送那個什麼 蛋黃酥 綠豆碰 也都很好 但是 我個人覺得 不是我個人覺得 你們大家有沒有認為 小朋友應該會比較喜歡吃這個 對啊 小朋友比較喜歡吃這個 真的真的 問我家小孩就知道了 他很挑的 好 完成 你看 廠商給了我一個任務啊 不要用擠花袋 不要用花嘴 不要用機器啊來做這些布丁 好 我們通通都做到了喔 接下來呢 現在就換你做了 換各位同學做了 各位同學如果有回到家製作生乳布丁這個商品的話呢 麻煩 移駕到 有做完之後呢 可以分享到老師的社團 女生打老師的學習日誌 FB上面搜尋一下 就可以找到老師的私人社團了 就可以把你們的大作 分享給老師 你也可以 我 就是標注女生打 叫我去看一下 那如果你有IG Instagram 或Trader 你也可以標注我 我去看一下你的作品啊 幫你打個分數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完成的生乳布丁 有沒有看到 不需要攪拌器 然後不需要很太多的複雜的工具 在家裡面就能夠輕鬆製作 那接下來重點緩解 教各位怎麼吃它 喔這個很重要 這是我的工作來了 你看像這樣子 唉呀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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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家小朋友吃完 一定會 一定會這樣子的 真的 那這個甜度呢 老師覺得非常棒 那如果你們覺得甜度呢 要來自己調整的話呢 就自己來修正一下 就好了喔 好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邊了 那非常感謝呢 19號 純森鮮奶油 那這次它的 線上發表 對 線上的新品發表 就順利結束了 如果說呢 各位對這個鮮奶油有興趣的話 老師 後文連結裡面有附上 19號的官網 發表的官網 以及19號他們的粉絲專業 可以詢問他們 那如果有什麼相關工商服務的話 歡迎各位大哥大姐們 要找我的話 請mail 請mail 到我的信箱 對 好 那老師今天的直播就在這邊了 謝謝大家 等大家交作業喔 等你們交作業喔 You know 交作業喔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對 謝謝大家 姐姐 找人